据白宫和几位国防官员的说法 美军从阿富汗的撤军正在正式进行之中 白宫复新闻发言人皮阿尔周四说 撤军正在进行之中 虽然这些行动最初将增加诸阿美军人数 但我们仍然承诺 在9月11号之前将所有美军人员撤离阿富汗 根据几位国防官员的说法 目前只有不到100名士兵和军事装备 主要通过飞机进行转移 以执行总统拜登的命令 即在5月1号之前开始撤军程序 此外 陈包山和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也将离开阿富汗 五角大楼表示 他们担心人员在离开时受到塔利班的袭击 所以目前还不清楚 是否会披露撤离过程中的所有细节